誰給你祈福 阿嬤幫你祖祖 第一位阿嬤這句話 把我祈福的人 就是 莊佳玲 妳是不要亂說話 是誰祈福誰 別打氣了 佳玲真心不正常 妳不要去聽她說什麼 既然回來處理盡用 就要乖乖的不肯定要輸給她 她這樣說一定有關係 佳玲 妳說 混帳到小鳳姐怎麼祈福妳 她跟雪莉騎鋼邊 把我乖起來跟人家在我 對我去腳踏手 又有呢 她很希望我死 我死去以後還想把我帶起來 她的心肝真的被騎到我去 妳繼續說 賀家在我命中 今天才等待正義來臨的時刻 你們一個人都走不去 鬼鬼殺殺隊 閉勝 小鳳姐, 你小老婆 幾年尷尬錯風 我叫家師父, 你把我打開 不要再問你 要家師父, 你等著再家師 高氏雲雀 小鳳姐, 妳不讓我打開 還要把老人家的小鳥 一起列出來 張小鳳 大嫂, 妳不可以這樣去腳踏手 鬼頭 現在你們全部都知道 你現在說不 王朝馬漢 趕快把這個水性洋化的城府 拖出去震敵人 沒有啦, 大嫂, 妳為什麼 過什麼 鬼鬼殺殺隊 要變這包青天 這樣腦筋幾種彎 我對妳不對 妳知道我是誰就好了 妳不顧家法, 王法 對自己的王子 不忠不義不孝不要了 來了 來了 葡萄炸石頭 來 肚子乖, 肚子沒事的 來, 妳先喝喝那個睡 這家琳怎麼變成這樣 媽 家琳就是精神失常 薩芳走在艱苦 不知道不敢再帶回來 家琳是在附近的人 妳怎麼說什麼不再帶回來 媽 妳現在變成這樣 帶回來 帶回來是要安裝給大家 做會成我 妳跟她這樣偷偷地藏起來 害我們怎麼猜猜猜 妳之前跟阿公 家琳是她的新種兵 拿起來 跟妳玩家跑去 所以那都平穩了 她的伴侶 還要走了 有一點 我就被寅處理了 她是她的 可以獨棄 來 我跟她一樣 感谢观看